美国联准会宣布9月占不升息 这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不过主席鲍尔也警告 美国经济比预期还要强劲 所以抗通膨之战还有一段路要走 更暗示接下来的货币政策 仍然会继续收紧 联准会释出了这一番鹰派讯号之后 美股主要指数全数收黑 其中纳萨克指数更暴跌超过209点 今天我们决定把我们的政策价格移动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 公布今年倒数第二次的利率决策 宣布占不升息 使得联邦基金利率 维持在5.25%到5.5%的区间 也是22年高点 不过鲍尔在会后声明仍持续放音 暗示今年底可能会再升息一马 而大多数决策官员也警告 美国经济活动比预期还要强劲 接下来的货币政策 会比之前预期的还要大幅收紧 以吹跑通膨持续朝着目标下降 联准会放音 使得美股主要指数硬生下跌 其中跌幅最大的纳斯达克指数 更是重挫超过209点 不过分析认为联准会的决定 其实还算符合市场预期 鲍尔就乐观地表示 虽然有些部分超出了联准会控制的范围 不过现在这个激进的升息政策 很大机会不会导致经济陷入低迷 除了利率预测以外 联准会还大幅上调 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期 从原本的1%调整为2.1% 是6月份预估的两倍多 反映美国经济的韧性 怀疑新闻黄于君综合报导 俄罗斯总统普丁确定10月要访中 乌尔战争开打以来 俄罗斯面临了西方的联合制裁 显得孤立无援 普丁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20号会面公开表示 将会接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下个月就要出访北京 预计也会出席当地举办的 第三届一带一路论坛 跟中方共同打造大欧亚空间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与俄罗斯总统普丁握手合影留下纪念 随后便展开了双边会谈 普丁大方接受邀请 预计将在下个月出访北京 并且出席中方举办的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他也进一步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力推的一带一路倡议 完全符合俄国利益 也与当局希望打造大欧亚空间的理念契合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我们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推动世界的发展进步 富有重要的责任 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 阵营对抗的逆流 越是汹涌 我们越是要顺应 时代潮流 展现大国担当 旅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在欧战情胶着 西方国家西首相俄国寄出制裁 导致该国急需转向其他盟友 取得援助的背景下 王毅强调俄中关系 经得住国际风云变换考验 并且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眼看俄中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 以美国为主等民主阵营国家 下一步棋会怎么走 而遭到国际法庭通缉的普丁 首次出访外国的行程 是否能顺利进行 备受外界关注 欢迎新闻视频室 总统报道 国际间联合国大会正在举席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在打仗过后 首次倾覆现场 在总辩论上 泽伦斯基是一一列举了俄罗斯 从战争以来的种种罪行 不台下的俄罗斯代表 却看起来相当的不屑 多次被拍到是在滑手机 泽伦斯基在接下来 稍后的安理会会议上也强调 俄罗斯没有作为常人理事国的合法性 应该被剥夺否决权 各国领袖身穿西装在联合国大厅里互相寒暄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穿上了招牌军服 表情严肃的快步进场 仿佛是要提醒其他国家 乌克兰至今仍处于战争状态 这次的联合国大会是战争爆发以来 首度有俄国官员与泽伦斯基共处一室 而当泽伦斯基正慷慨激昂地指控俄国 将鼓舞作为武器攻击乌克兰和全世界时 画面捕捉到俄罗斯代表面带不屑地开始滑手机 可以看出两国都难掩对对方的厌恶 我们知道十千千的孩子 还有证明 百千千的其他人被俄罪了 在乌克兰在乌克兰的地方 然后被逃走 泽伦斯基在联大总辩论上 再次提醒联合国内的成员 俄罗斯这一年间 对国际社会所造成的伤害 而隔天 泽伦斯基也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演说中表示 安理会常任理事本属权苏联所有 但在前苏联瓦解后 却遭俄国非法独占 因此俄国应该被剥夺否决权 而联合国秘书长也在会上 谴责俄罗斯的行为 已经有失联合国成员的身份了 而在会后 泽伦斯基接受了巴西总统鲁拉的邀请 在场边展开会谈 巴西在乌俄战事期间 一直伴着乌俄两国间的调停人 但两国领袖现在才正式会晤 探讨各种化解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案 华语新闻发言之综合报道 乌克兰的处境跟台湾相当的类似 北京当局也是处处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 让台湾依旧是完全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 19号联合国大会上 我们的友邦巴拉圭再次表达 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支持 联合国副秘书长也强调 联合国不应该排除任何国家 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当地时间19日登场 今年台湾依然被拒于联合国门外 对此我国有帮巴拉圭在发言台上张义直言 帕尼亚表示联合国必须要反映 国际社会各成员角色 除了巴拉圭 瓜里马拉 柏流 也都呼吁联合国接纳台湾 而当被问及排除台湾是否会阻碍联合国目标时 联合国副秘书长穆罕默德这么说 话说如此 受限于一中政策 台湾人目前连自由出入联合国大楼都有问题 有记者就提出质疑 问得副发言人一时议策 哈克也承认联合国有自己针对一中政策的诠释 联合国大会在20号已经召开了整个气候行动的高峰会秘书长古特瑞斯就警告 化石燃料是导致现在极端天灾的关键因素 所以也呼吁各国最好减少使用 没有想到英国首相苏纳克突然就宣布要推迟禁止出售燃油车的实施日期 为的是要缓和当地的家庭负担 但立刻引发车场不满 联合国大会在20日召开了气候行动高峰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强调化石燃料正是加剧气候变迁的关键因素之一 虽然作为替代的再生能源也正在快速发展当中 但却远远追不上全球文式气体排放的速度 没想到就在联合国呼吁各国携手对抗气候变迁之际 英国首相苏纳克却宣布了一项震惊各界的措施 我今天队然明呆你 속赞从电设程式化 还会进行到行动如果本着还能把火 instructing into electric vehicles 那車廠依據當局原本的規劃 已經做出了關鍵投資決定 卻沒想到官方錯失說變就變 導致車廠的計劃感不上變化 不但可能讓供應鏈受到嚴重衝擊 產品推出的相關計劃也會變得更加複雜 進而造成消費者和業界無所適從 海宇星的視頻中的報導 工場在海面上有過多的浮游生物 就會造成像這樣的浮游棗華現象 這對魚類跟其他的海洋生物來說是致命傷害 最近泰國的沿海就有200多個貝類養殖區 超過8成的貝類因為浮游生物爆量死亡 對當地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 空拍畫面往下看 海洋明顯呈現藍綠兩種不同色澤 看似翠綠誘人 但其實仔細一看 海水相當粘稠 還會散發著海草和魚群死掉的氣味 這些跡象表明了 有浮游生物正在大量繁衍 這裡是泰國東部春無禮府的鮮羅灣 雖然魚類和其他海洋生物會以浮游生物為食 但當形成了這樣浮游棗華的現象 就會嚴重污染海域 所謂的浮游棗華是浮游生物大量繁衍消耗掉海中的營養和物質 而它們被分解的過程中也會導致海水的氧氣被吸收 當含氧量降低就會導致魚類貝類因為缺氧死亡 鮮羅灣等地沿海260多個蛋菜貝類養殖區 超過8成的貝類因此死亡臭氣沖天 根據泰國漁業部2021年的統計數據 春無禮府每年能生產2086噸蛋菜 價值約100萬美元 如今浮游走滑的現象 讓養殖業今年損失慘重 懷孕新聞 超暗婷 最好報導 亞塞拜然區宣布停火 19號他們向納卡地區派遣的軍隊 主要是以反恐行動為由 要鎮壓當地的亞美尼亞裔分離主義分子 短短一天的行動造成至少200人死亡 超過400人受傷 不過雙方在20號已經同意停火解除武裝 亞塞拜然已經停止在納卡區的軍事行動 民眾在聽到空襲警報後 舉起手機尋找天上的戰機 同時也聽見遠方炮火聲頻傳 亞塞拜然在當地19日 向領土俱爭議性的納格爾諾卡拉巴赫地區 展開反恐行動 對當地的亞美尼亞分離主義勢力展開攻擊 而在行動開始24小時後 雙方就達成協議停火 分離主義勢力同意解散 並從納卡區撤出重心軍事裝備 雙方在 雙方在 雙方在電視上 簡說上把行動稱之為反恐 而不是針對絕大多數的亞美尼亞平民 另一方面亞美尼亞總理帕欣陽 卻在20日的全國演講中表示 亞美尼亞沒有參與納卡區分離派人士 和亞塞拜然的停火協議 而且分離派人士控制的地區沒有部署亞美尼亞軍隊 然而這項說法立刻激怒上千名的亞美尼亞人 他們在市中心的共和光場上發動抗議 要求帕欣陽下台 兩國自蘇聯解體後曾為了納卡區爆發過兩次戰爭 而自2020年亞塞拜然占領這個地區後 目前仍有12萬名亞美尼亞裔居民居住在當地 這次亞塞拜然的反恐行動 恐怕代表亞美尼亞裔即將失去當地的控制權 華語新聞發言之綜合報導 中棒快評來關注是正在登場的聯合國大會 美國總統拜登19號在聯合國的大會上 強調要跟全球合作 甚至他這一次與會的演講 重點是擺在了烏克蘭的議題上 相較於去年呢 去年拜登是著重了台海的和平議題完全不同 有什麼樣的特殊意義嗎 難道是跟北京當局達成了某些共識 來聽專家分析 一年一度的聯合國大會已經在紐約開幕 目前進行是大會所謂的總辯論 在總辯論裡面 通常都會超過100國以上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領導人 參加這個總辯論 所謂的總辯論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辯論 而是主要是以發表演說為主 當然聯合國還是保留了其他國家代表團 針對演說者提出質問或者反駁的權利 不過歷史上 使用這些權利的代表團 非常非常的少 應該只有二三十次 也就是說 總辯論其實是 參與的各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 或者是國家最高領導人 他們發表他們對於當前國際局勢最重要 最關切的一些看法的場所 在這一次的聯合國大會的總辯論裡面 目前美國總統拜登已經發表完演說 他的演說裡面沒有提到所謂的台灣問題 他的關切主要不是在台灣而是在烏克蘭 還有包括國際的氣候變遷等等相關的其他重大議題 可是如果我們看了去年 拜登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 他其實針對台海比較有所琢磨 他在去年的時候 2022年 特別提到了 美國希望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 不希望任何一方改變現狀 他的說法是在美國前參議院議長 當時他是議長的裴洛西 訪問台灣之後 因為裴洛西8月訪問台灣 9月聯合國大會開會 當時台海正好遭受到所謂的第四次台海危機 所以拜登當時的說法 其實是在指 美國除了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之外 還要讓台海的任何一方 也就是台北或者北京 不能夠片面改變現狀 可是到今年 台灣在拜登的總辯論的演說裡面 已經消失了 等等 所以在王毅比較強烈的發言的去年的演講內容 再加上現在韓正在紐約的發言 目前還不可知 但是我們必須合理的推測 我們必須合理的推測 或許拜登的發言 也就是不提到台灣 可能換取的是 中國大陸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 對於台灣相對的火力會比較小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可能是因為目前中國大陸 當然希望台灣問題 不要變成一個非常顯眼 非常讓它棘手的一個處境 因為中國大陸還有跟美國之間很重要的一些科技 經貿安全戰略相關的種種問題 再加上中國大陸也有自己內部的經濟的憂慮 所以中國大陸當然不希望台海問題 在此時此刻變成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各方關注的話題 對於美國拜登而言 拜登當然也希望台灣問題不要繼續的延燒 因為台灣問題繼續的延燒等於是給共和黨做求 對於宣誓要繼續競選連任的拜登 將會非常的不利 所以或許韓正對於台灣問題的發言 不會那麼的強烈 不過除了這個美國與中國大陸 針對台灣所進行的台面上台面下的交手之外 我們也必須要注意到 中華民國已經太多年被排除在聯合國體系之外 今年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了四大訴求 其中包括了要修改或者是更正聯合國 在1971年大會2758號決議案 所謂的排蔣納共案 排除蔣介石政府的代表 接納中共的代表成為中國的代表席位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包括台海和平 還有台灣的人民與媒體應該可以參與聯合國體系的活動 最後台灣應該要被接納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裡面的相關活動 這是台灣近年提出的訴求 可是呢 在這個訴求之外 我們必須看到國際的反應 因為現在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剩下非常的少 所以就算邦交國在未來一一的發言支持 再加上少數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發言支持 但是在這個總辯論裡面 它所能造成的國際的效果 還是相當的有限 更不用講說 珍珠在馬英九政府時期 可以有意義的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有意義的參與國際民航組織 甚至有意義的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低月方大會 目前蔡英文政府一個都不可得 所以我們也看到了 現在蔡英文政府針對聯合國案 雖然說有外交部的這些發言 但是其他相關的一些敲鑼打鼓的動作 非常非常的少 或許蔡英文政府是希望 台灣各界不要太知道這些事情 然後就讓聯合國這個案子 在今年九月就安安穩穩 低低調調的過去了 但是我覺得大家還是要知道 中華民國的處境非常的困難 非常的特殊 而且蔡英文政府因為兩岸關係的緊張 導致了對於聯合國政策的施展 更加的是幫手幫腳 那蔡英文政府能不能夠真正的面對現實 找出一條中華民國還有台澎金馬地區人民 有意義參與聯合國體系的辦法 我覺得既然他執政 我們幫他想太多辦法 也不是辦法 只能讓政府好好的面對現實 面對憲法 面對兩岸的這個政治環境 找出一條可長可久的道路 民進黨賴清德以及民眾黨柯文哲 今天不約而同的都公布了長照政策 兩個人充滿濃濃火要味 柯文哲批評對手的政策 不知道這個經費從何而來 而賴清德則回籍就讓他去批評吧 會捲起袖子推動長照3.0 不過針對進口彈的爭議 柯文哲他是重炮轟擊 他點名賴清德 難道不用出來表態嗎 不過賴清德則是輕描淡寫的帶過 表示前一天已經在中常會上說過了 不想多談 一上台兩句話精準點破台灣現行長照問題 柯文哲21號舉行長照政策 記者會 我們要成立一個長照保險局 如果你是重病去住那住住型機構 可以拉到3萬塊 主張成立中央長照保險局 全民納保部分長照支出 由人民負擔 不忘批評對手賴清德 長照3.0證件 他一定沒講錢從哪裡來 因為他不敢開辦那個保險 這意思是說 當然要跟老百姓說要收錢 他一定不敢講 那麼蔡總統或是馬前總統 哪一位總統對長照的工作著力叫聲 其實是一目了然的 要批評目前的長照制度 那就讓他批評吧 工作讓我來做 我會捲起袖子 推長照3.0 比招賴科兩人長照政策 賴清德主張住宿式服務機構 提高長照服務涵蓋率 打造一體式服務 柯陣營則是力拚長照支出達GDP的1% 住宿型機構補助達3倍等等 雙方隔空交火不只在政策面上 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進口 但爭議柯文哲也抓準機會開跑 那些進口1億4千萬報費了多少 在哪裡報費 有沒有看到 然後有多少流到市面 到底流到哪裡去 陳吉仲跟林聰賢下台 今天不是要去 今天還是明天要去立法院做專案報告嗎 現在不用啦 還是隨便找個替死鬼去擋住就好 所以會直接挑戰賴清德 那你不是執政團隊的議員嗎 你要不要出來講話 陳吉仲部長請辭的事情 昨天中常會的時候 我已經有跟國人報告 我沒有另外補充啦 低調再低調 藍白夾工進口袋爭議 賴清德還是那套老招式 全都不關我的事 歡迎新聞吳政 單全還在台北採訪報導 郭台銘力拼百萬份聯數 第二天成績如何呢 郭伴表示支持者是很踴躍的 不過今天郭伴 也大動作的前往北檢要提告 國民黨台北市立委參選人鍾小平 因為他在政論節目上說 前央行總裁 彭懷南要求鄰居反聯數 不過郭伴就表示 彭懷南他親自致電郭台銘說 絕無此事 郭伴發言人黃世修 帶著律師團隊赴北檢案鈴提告 其因權是因為國民黨北市議員鍾小平 在節目上這席話 他被彭懷南痛罵 痛罵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說我要幫 他說我賺人家80萬 我要幫他聯數 然後彭懷南說 你賺你的錢啊 你不可以幫他聯數 你不可以幫他聯數 因為彭懷南是很忠貞的黨員啊 郭伴稱節目播出後 郭台銘立刻接到 央行前總裁彭懷南的電話 表示絕無此事 郭伴也立馬決定 對鍾小平提告誹謗 只要鍾小平議員 向彭懷南總裁 郭台銘先生 公開道歉 向社會大眾做出良善示範 我方可以考慮撤稿 他說 彭懷南說 這個聯數啊 還要是不是贏本啊 也很麻煩嘛 那你覺得 這麼麻煩好嗎 大概這樣 就他希望我轉述這一條 鍾小平說 自己只是轉述 堅持不道歉 甚至搬出藍軍 不該自己人 打自己人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我們也祝福他聯署順利 目標是下架 賴清德嘛 下架民進黨 他們現在就是要一舉 殲滅郭台銘 賴佩俠跟柯文哲 可是現在的國民黨 已經變成了 想要併吞一切的大怪獸了 郭台銘辦公室 昨天是公布了 第二波的小型聯數站點 我們實際來到現場 可以看到 其實有不少民眾 都入內來進行聯數 未來在全台的各縣市 預計都會設有大型的 聯數站點 我看新聞是開始了 我才想說 經過這邊就 就近就進來這樣 他認識川普 認識習近平 他是不是很厲害 他可以跟他直接電話聯絡 那讓台灣這樣子 越來越好 聯署持續進行 郭台銘用行動 杜絕任何謠言 努力拼百萬份聯數 目標要達正 歡迎宣言 吳正恩單全在台北採訪報導 行政院今天通過最低工資法草案 未來調整基本工資透明化 包括設立專責單位 跨領域研究小組會定期的開會 提出報告以及調整建議 也會把CPI指數列入參考的指標 讓勞工工資更有依據 而未來將再不是這個勞資雙方 來喊價大打角力戰 但是民眾也很抱怨 不管怎麼調整 現實的狀況就是 薪資永遠都追不上物價漲幅 6萬 房租2萬多啊 吃飯啊 一些有的沒的 5萬 房租的話就佔掉2萬 然後吃飯的話 一天可能花個500 5000可能交通費 如果你有車子的話 或是要付停車 理想薪水有夢最美 但現實太骨感了 2024年基本工資月薪調升到 27470元 跟民眾的夢想落差好大 每個月領薪水的時候最開心 但是物價飆漲根本不夠花 未來行政院通過最低工資法後 預估超過200萬勞工通通受賄 我覺得在台北至少3萬塊吧 因為我覺得3萬塊以下 應該活不了 至少是3萬5 3萬8 才能在台北市生活 調薪的幅度大概就是2000到5000 至少讓工作的人有一個動力 繼續督促自己 3萬多塊的話 就是已經算是 已經算是很辛苦 鈔票越用越薄 上班族苦日子過不完 以台北市來說 月領3萬元 只能溫飽無法存錢 現在行政院拍板通過 最低工資法草案 有望年年挑生 也就是如果有違反的話 會處罰2萬元到100萬元的罰還 還可以加重處罰到150萬 最低工資法將會把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列為因參財指標 由勞資政學四方組成 審議會定期開會 跨領域研究小組 還會在每年的第三季 最低工資審議會召開前 提供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 杜絕一個數據各自表述 之前這個基本工資 每次在審議會當中 勞資雙方 可能就會有一個拉鋸戰 未來正式 最低工資立法之後 也有望改善這樣的一個情況 終結滿天喊價 以專家正式多數決 有效落實最低工資法制化 但對百萬勞工來說 薪資能否追上物價 或許才是關鍵 華語新聞客官陳黃瑄瑄 台北採訪報道 中秋節就要到了素食業者 現在也要來搶一波商機 推出了無麵包的肉肉爆 讓這個愛吃肉的人 可以來大快躲移一下 那麼披薩業者則是推出 超應景的月亮圈圈披薩 層層疊上澳洲火烤牛肉排 內餡夾著起司洋蔥和神菜 這個漢堡怎麼沒有麵包 算一算總共四層牛肉 大口一咬 好滿足 蠻新奇的 應該有機會的話 很想嘗試一下 因為想說一個人嘛 就沒有烤肉的話 就把這個當作烤肉來吃 有吃夠菜的 對 可是沒有吃夠肉的 我感覺太多肉了 不吃牛的也有雞排可以選 超大一份很難一口掌握 素食業者瞄準中秋商機 現實推出四款無麵包漢堡 讓肉食控超飽動 中秋節就是要看滿月 這個如同滿月的圈圈披薩 聚餐加一份超應景 外圈選用 製心餅皮 中間餡料則是濃郁的 莫札瑞拉起司餅 內層的圈圈也不浪費 可以一起吃掉 感覺好像滿酷的耶 我自己是只吃內圈啦 不太喜歡吃外圈的 呃 是滿有創新特色 就是如果陪有聚餐可以買一個這樣 中秋節素食大戰開打 必順可推出應景的月亮圈圈 外帶買大送大 加價99元就能擁有 可德基七寸大蛋塔也回歸 圓圈一顆就像月亮 限時預購每顆329元 漢堡王則是端出全肉漢堡 牛排 雞排任你選 台灣人呢中秋節呢 非常喜歡烤肉 那我們也應景的推出呢 這個無麵包的版本 就是吃一個新鮮感 應該會想跟朋友一起吃吃看 圓圈人團圓中秋節來點不一樣的 各種素食組合都能滿足 享受大餐的快感 歡迎新聞又不是邱子玲台北報道 下個禮拜就是中秋節了 許多燒烤店的定位幾乎全滿 所以有不少的民眾就乾脆選擇 宅在家烤肉 這一讓烤肉禮盒大戰現在正式開打 像是有餐飲店推出了兩倍和牛全餐 一個人只要375元 還有美式BBQ口味也很夯 每人12盎司的牛肉是千元有漲 雖然買禮盒在家烤 比到燒烤店去消費還要省 但還是有民眾認為太貴了 去菜市場買更划算 五花牛板件牛排被大火烤得直直作嗓 逼出油脂香味不逼 中秋節夯肉少不了 出去麻煩人擠人 那基本上燒肉店都客滿 所以在家裡方便一點 燒烤店應該是要提前訂吧 而且沒辦法到很多人又很吵 疫情結束在家烤肉熱度不減反增 燒烤店定位全滿搶不到位子 不想人擠人 都讓燒烤禮盒商機大爆發 中秋在家烤肉越來越夯 餐飲業者推出烤肉禮盒 不僅加入了海鮮還有糰子 讓你閒食甜食吃到飽 外帶烤肉大戰開大 網比集團搬出和牛全牛禮盒 最低只要1599元 乾杯更狂打兩倍和牛全餐 一個人只要375元 三反本家更搶打肉多多 兩公斤重禮盒不到4000塊錢 而吃膩的日式燒肉 每是BBQ口味 每人12盎司不用千元 大概多了兩三成 大家會想要說有沒有海鮮 那甚至像有的人說 那我想要吃蔬菜 現在販售的價格是1998 但是如果你要點到同樣的東西 在我們店內的話 你大概要2500 3000 因為那個單價比較貴一點 那整個加起來會比 就家人去菜市場買會貴很多 比較年輕的課程 他們會喜歡就是 比較一般型的電烤盤 因為主要是說 那個在價錢上 有一個CP值的烤樑 那可是像是一些家庭課 活烤兩用 或是三合一的電烤盤 是銷量最好的 攜帶式小烤爐能放進背包 或是烤煮兩用鍋都很夯 不管是在燒烤店有專人服務 還是在家烤肉 買禮盒又或是去菜市場備料 哪一種CP值最高最划算 民眾各有喜好 歡迎新聞 下午茶多了好多新選擇 像是台式關東主店 跟越士冰咖啡 跨界組合其實看起來好衝突 但卻意外對了台中人的味 而在高雄也有懷舊攤販 賣這個酥炸肉片 而且一片既然只要同半價15塊錢 滾滾熱水衝入漏湖 低綠下來的咖啡 與在杯底的檸檬汁交融漸層 形成美麗的雙層色澤 這是專業的越南式低樓咖啡 來一杯越士精品咖啡 搭配的卻是台式關東主 還有新鮮豬骨白蘿蔔高麗菜柴魚 每日熬煮的鮮濃高湯 台越跨界滋味實在好衝突 滿新奇的 但是我還沒有試過 很衝突耶 但是這是一個不一樣的體驗 就是可以在那麼熱的天氣 然後喝一個精品的檸檬咖啡 那本身會有解膩的效果 會消除 我希望讓大家可以吃黑輪以外 然後再搭配上精品咖啡 第一個對身體沒有負擔 第二個可以享受下午茶的悠閒時光 這樣子 下午茶吃同班美食 高雄這間古早味餐車外觀懷舊 除了各式各樣關東主 還有這個縮小版雞排 一片只要15元 便宜啊 然後吃起來口感不錯 好吃啊 小時候就來這邊買 肉片的口感 滿脆的 好吃 速炸肉排想吃可得先排隊 因為人氣實在太旺 一口肉排還有炸鹹粿 蝦捲任你選 大家就是買個十幾二十隻 大家一起回去吃這樣 說過的同事都說好吃啊 街頭小吃同班美食 下午茶新選擇 讓你大飽口腹之魚 環宇新聞綜合報導 最劇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萬象 探討國際大事 週一到週五晚間十點請鎖定 環宇一把狀 小時候去泡河包 5 1 2 2 2